刚刚呢 为大家说到咱们这个操作性能分类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软件开发 好了 我们是来学什么的呀 iOS开发的是不是 其实说它iOS开发 上面有一个大类叫什么呢 叫做软件开发 好了各位 你不要寻完了之后 什么是软件开发都不知道 是吧 什么是软件开发呀 什么是软件开发呀 很简单 开发运行在操作系统上的应用软件 开发运行在操作系统之上的应用软件 当然你也可以开发操作系统 是吧 当然你的功力够强劲的情况下 你也可以直接开发操作系统 就是我们这个 所以所有的软件开发 就是我们写个QQ 搞个QQ 搞个微信 搞个Word 是吧 这个工作 我们就叫做软件开发 那么软件开发呢 实际上也分不同的种类 软件开发 软件开发 分为如下几类 按照咱们这个 按照平台不同 分为如下几类 按照这个开发平台 分为如下几类 哪几类呢 第一个我们叫什么呢 叫做桌面开发 对 叫桌面开发 第二个叫什么呢 第二个叫做 web开发 web开发 第三个叫什么呢 叫做移动开发 移动开发 当然还有别的 主要分这三类 那么什么是桌面开发呢 很简单 所谓的桌面开发 其实就是开发 桌面软件 就是直接运行在 我们桌面上的软件 比如 比如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个软件 叫X慢的 它是不是直接运行 在我们桌面上的呀 是吧 这个就是桌面 就是桌面开发 再比如这个画图的 这也是个 这也是个桌面软件吧 再比如QQ word Xcode 这些软件 都是我们都叫什么呢 都叫桌面软件 都叫桌面软件 所以这叫桌面开发 开发 运行在我们的 这个桌面上的软件 就叫什么呢 就叫桌面开发 说本来就是 窗体吧 窗体软件 就这么意思 那么什么是web开发呢 很简单了 说熟一点 就写网站 对不对 熟起来写网站 高中一点呢 叫什么呢 叫做web工程师嘛 对不对 就是这个网页开发吧 网页开发 网站开发 OK 也就是说 你用浏览器 打开的那些网页 其实也是需要 开发人员来写的 这类的开发呢 我们叫做web开发 叫web开发 还有一个叫什么 叫移动开发 这个什么呢 开发 运行在什么呢 开发运行在哪呢 运行在咱们这个 移动设备上的软件 OK 移动设备 包括目前为止有哪些 手机和平板 这是最主要的两类的吧 最主要的 当然还有什么 移动设备 还有什么 手机平板 还有什么 手表 表哥嘛 手表 还有手表啊 等等之类的 移动设备 开发运行在移动设备的软件 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移动开发 那么问题来了哟 老师 既然软件开发 分桌面开发 web开发 还有移动开发 那为什么 我们要学移动开发 不去学桌面开发和web开发呢 是吧 实际上这个开发 还可以分吗 还分什么 嵌入式开发 等等之类的 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移动开发呢 不学web开发呢 好 给大家 稍微的介绍一下 为什么 我们要选这个移动开发 这个东西呢 比较多 我就不写笔记了 然后我把它已经写好了 在哪呢 在这 这有个资料 我们这有个今天的这个内容 我应该提前把它打开 好了 为什么要选择移动开发呢 第一 第一个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桌面开发 历史悠久 没有吗 就最开始的就桌面开发 就只有桌面开发 所以呢 开发人员呢 比较多 比较多 并且我告诉你 现在的软件 基本上都 不是 不再用那个桌面开发了 基本上都是 要么是web开发 要么什么呢 要么是移动开发 桌面的很少了 很少了 这是第一个 web开发 为什么不用web开发呢 web开发 第一个 它的起步也是比较早的 2000年的时候 大概2000年的时候 在我们国内 就开始 那个时候互联网 刚刚进入中国嘛 是不是 不是进入中国 是刚刚兴起 就是开始普及 所以那个时候呢 网页就特别流行 而那个时候 那些人就开始 学网页开发了 所以呢 对于我们来讲 我认为 还是稍显迟一些了 为什么学移动开发呢 移动开发 它有哪些优势呢 第一 手持设备 是人类最离不开的 设备之一了 你想一下 是吧 手机 特别是手机 谁能少到手机呢 对不对 包括我们现在上课的时候 你看 还有人在那玩手机 离不开了 要吗 离不开了 OK 移动设备呢 在我们当今社会 取得非常非常巨大的 这个作用 并且呢 使用这个手持设备 可以更好的 有效地提高 我们的生产力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给你啊 去餐厅用餐的时候 之前我们要点菜 是不是做过服务员啊 点一个几个呀 现在呢 对呀 拿一个iPad 是吧 拿个Pad 你给那个客户 客户自己点就可以了 节省 服务员 我起码才可以扫紧的 是不是提高生产力 其他的应用场景 我就不说了 应该自己想象到 是吧 第二个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非常相当的迅猛 各大公司 对移动互联网的市场 五十单单 OK 雷军大家都知道 是吧 雷不思 是吧 耍猴了 对不对 他之前是做杀户软件的 是吧 但他不做杀户软件 做什么呀 做手机 为什么 因为手机 是移动互联网的入口 他要抢脏这个入口 是吧 还有那个360安全卫视 你看 以前是电脑版的 360安全卫视 现在他又来了什么 手机版的 是不是 还有 这个应该是 脸上年前的事情了 腾讯花六千万 收购了一个什么呢 这个刷机软件 叫刷机精灵 这个故事 大家应该知道吧 在广州 有一个大专院校 叫什么 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我记得 有六个90后大学生 大专的 他们做了一个 安卓的那个刷机软件 刷机软件 叫刷机精灵 然后被腾讯收购了 六千万 一个人分了一千万 没毕业哦 还没毕业哦 就一个人一千万了 是吧 还有什么 百度花十九亿美金 收购局 要无限等等 这些的收费 你看这些大公司 他们都 已经强势的 抢占咱们这个 移动互联网 到今天为止 你再看一下 是不是 OK 还有想在这个互联网 捞进的创业者 也是如雨后春顺般的涌现 特别是 安卓我不太清楚 特别是iOS 我告诉你 iOS的个人开发者 就是你要赚钱 你的APP 只要够优秀 赚钱 赚都不是什么问题 当然应该听过这些故事 很多很多的故事 很多人做个软件 放到那个app store上面去 一个月就是几万美金 一个月就是几万美金 是吧 但是同样的 但是如果说 你放在安卓上面的话 你懂了 是不是 它就会有什么呢 是不是就 各种各种各种破解 你如果是卖钱的话 就有各种破解 而咱们那个苹果 iOS你知道 除非你跃跃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人 是不会跃跃的 除非你跃跃 你不跃跃的话 你就必须从那上面去下 而你要用的软件 必须要给钱才可以 必须给你才可以 这是我们这个 所以你想在iOS上面 去捞一捞 捞 捞 赚点钱 还是刚刚那句话 只要你的app足够优秀 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 并且呢 众多公司 为了在移动互联网 立足 纷纷推出了自己的互联网产品 现在的软件 有了电脑的版本 就必须得有个什么 手机版本 必须得有个太多例子了 淘宝 手机淘宝 京东 是不是还有一个手机 京东啊 等等这些的 不说了啊 总之 并且咱们这个 移动互联网的话 它相对而言啊 它的兴起 在咱们国内 时间并不算长 2010年吧 才算兴起 到今年的话 五年的时间 是吧 相对于其他开发 所以这个时候 目前为止 咱们这个需求 相对而言 还是比较大的 OK 所以现在是入行的 这个 最佳时机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应该差不多 并且的话 咱们这个 iOS 就业来看 从我们连后就来看 连底 就连前 就业可能会困难一些 这个是真心话 这句话 所以啊 现在是 这个 不管是从行业上来看 还是从这个 市场来看 咱们这个 实际都是不错 这就是 为什么 我们要去选择 这个 移动开发 移动开发